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哥 今天继续咱们的烧脑制斗系列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制斗类电影中最为经典的一个系列 赌博默示录 赌博默示录一共三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月2009年的第一部 一篇开始,我们的男主凯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屌丝 生性慵懒得他一事无成,也不追求上进 每天在便利店里打工昏昏日子 将所有报复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彩票呱呱乐上 这天下班,凯斯在公寓门口一枚投票土豪的女友 被土豪呱了几句 气不过的他猛揣街边豪车泄愤 却不想一辆奔驰上下了一位黑衣女子 直接带一群黑衣人抓住了他 这位黑衣女子是日本最大贷款集团DI的会长林子 凯斯的前同事古田曾经向DI借过一笔30万贷款 担保人正是凯斯 现在古田失踪,林子要求凯斯来赔偿这笔债务 凯斯看了看合同大惊失色 迪赖道,我哪有钱还这30万 我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林子优雅一笑,纠正了凯斯画了你的错误 不是30万,现在是200万了 利息你也要还 复利在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我帮你算了一下 每个月还6万,11年应该可以还清了 这下凯斯彻底崩溃了,直接放弃抵抗 表示自己一分钱也还不上 一只笑影影的林子立刻变脸 踹了一脚插机 旁边的黑衣人立刻气刷刷地站起来 凯斯以为对方要使用暴力 吓得连声认错 见他一分钱也拿不出的林子看了一眼表 给凯斯指了一条发财之路 表示一艘叫做《希望号》的邮轮 还有四个小时就出海 邮轮上举行一场游戏 胜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 如果凯斯能够胜利的话 偿还所有债务也不是难事 还可以从此改变人生 听到胜利者可以有丰厚奖励 甚至可以改变人生 凯斯的眼神亮了起来 接受了这个挑战 画面转过 凯斯拿着林子给他的入场券 登上了这辆豪华邮轮 一场属于这个无赖混混的豪赌传奇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邮轮上聚集了很多像凯斯这种 亲了迪爱集团巨额债务的人 他们手持着入场券 局促不安地等待着这场神秘游戏开始 差不多时间到了 邮轮打门关闭正式起航 一位西装隔离的大叔走上台 他正是迪爱集团的高级会长 利根川 也是这艘邮轮上的总负责人 利根川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 大家晚上好 我是这场游戏的主持人 在游戏开始前 你们每个人都需要购买游戏使用的三颗星星 每一颗一百万元 当然了 我们迪爱集团知道你们神无分文 所以可以先借钱给你们 利率是每分钟百分之一 此言一出 台下的人群沸腾起来 三百万贷款 利率于每分钟百分之一增长 这简直和抢钱无异 大家纷纷高呼要弃权 利根川提高声音继续说道 弃权可以 你们可以立即下船 不过 如果赢得游戏的话 你们的债务不仅可以一笔募销 我们还会以一百万一颗的价格 回购你们手里的星星 想想你们欠下的天文数字 这场买卖是不是很划算呢 这下台下众人又平静了下来 巨额债务可以一笔勾销 星星还会被原价回购 这简直是发财的大好机会 接着 利根川开始讲解游戏规则 每个人初始都有三颗星星 和石头 剪姿 布 三种卡片 每种四张 共计十二张 三颗星星要贴在胸口 然后去找人对决 对决的两人站在桌子前 一起大声喊出石头剪字布 然后亮出想出的牌 输的人 需要摘下一颗星星给赢的人 运过的卡牌都要丢弃 也就是说 每张卡牌只能使用一次 这个游戏为时三十分钟 胜利条件就是 三十分钟结束前 不管用什么方法 身上吃穿有三颗星星 并且用光手中的牌 这就是所有规则 说完 利根川走下墙台 游戏正式开始倒计时 剑姬十七开始跳动 终于立刻跑去找对手开始对决 孩子却选择限岸并不动 努力保持冷静 琢磨游戏规则 这时 一位输掉三颗星星的玩家 发出一声惨叫 被黑人拉入小黑屋里 没有人知道小黑屋里有什么 但据说进去过的人 没有再出来的 听着这位淘汰者 不绝于耳的惨叫声 开思弄在了原地 有些后悔一时冲动 上了这条贼船 这时 一位戴着眼镜 形貌思乱的男子 主动过来搭话说 淘汰者的下场是很惨的 不过在这个游戏里 如果你懂得用脑子 找出正确的伙伴 是有必胜之法的 必胜之法 开思惊爱地回头 望向这个男子 瞪大了双眼 男子将开思拉到一边 继续解释道 我刚刚仔细想过了 游戏胜利条件只有两个 身上至少有三颗星星 还有用光手里的牌 只要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双方不断出一样的牌 十二轮平局后 两人就都用完手里的牌了 还有 也都还有三颗星星 这样两人就可以消除债务 成功下船 开思恍人大悟 连连点图称赞 这时 又一位玩家被淘汰出局 送进了小黑屋 男子激动的妄想开思 眼神中满是诚意说 被送进小黑屋的玩家 会成为地爱集团的奴隶 勇士不得翻身 我只想还清所有债务 顺利下船 所以我想找一个合作伙伴 刚才我看了一圈 只有你看起来聪明 也值得信赖 我们合作吧 开思望着对方真诚的目光 吹下头要仔细想一想 然而男子却一直计时器 提醒道 三颗星星的贷款是三百万 每分钟都有力气滚动 说着 男子伸出了手 郑重地说道 我叫船景 我们合作共度难关吧 开思看了眼气时器 心中已惊 立即握住了这名叫船景的男子的手 同意了他的提议 俩而来到堵桌前 开始按照石头剪字簿的顺取出牌 看着被一轮又一轮平均消耗掉的卡牌 开思心中乐开了花 觉得自己真是走运 既然会在这里 遇到这样可靠的伙伴 也对船景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暗自数着轮数 现在已经到了第九轮 再有三轮 他就可以消除债务 轻松下船了 想到这里 开思大笑着放出了石头 然而船景放下的却是布 开思大惊失色 船景立即懊悔地解释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最后几张牌放乱了 下一把我出石头 你出布 让你赢回来 说着 船景给开思看了看手中的下一张牌 石头 开思点了点头 雷猫继续下一轮 然而船景却表示 有黑衣人在一旁监控 需要按照规则 拿出开思一颗星 然后没等开思反应过来 就将他的一颗星摘下 沾到自己的胸口 来不及阻挡的开思 转头一看 真的有黑衣人在观察 也没再说什么 不过此刻 他心中已经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但因为船景给他看了 手中即将要放的卡牌是石头 所以还是选择了信任 然而这次 两人同事放下了手牌后 船景的那张石头牌 竟然变成了剪刀 又将开思的布袭败了 开思震惊地望向船景 船景则一脸得意地 将他胸前的一颗星星拿走 不屑地说 真是愚蠢呀 原来 船景刚刚给开思看完石头牌后 将手中的石头牌 和桌子上的布牌掉包了 开思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现在自己手里 只剩下了一颗星星 和一张剪刀牌 而骗走他两颗星星的船景 随意就可以找人 消耗掉最后一张牌 不仅能够成功下船 至少还能赚得一百万 想到这里 愤怒的开思飞扑过去 一拳将船景打倒 要教训他一顿 却被黑艺人及时拉开了 倒在地上的船景 比血流了出来 滴在开思最后的剪刀牌上 恼火的他 站起来向所有人宣布 开思最后的一张牌 是一张剪刀 这下开思 成为所有玩家眼中待宰的羔羊 他不甘示弱地 将船景的底牌 也曝光出去 拥用五颗星星的船景 脸色猙獰起来 决定破释沉舟 他直接高举手中的石头牌 表示谁有布 可以和自己比一场 心中充满防备 认定开思和船景 只是在联合演戏 纷纷表示 不想和他们对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现在只剩13分钟了 一位大叔因为想要将手中的卡片 丢在卫生间里 被黑艺人教训了一顿 丢到所有玩家面前 以示警告 见这位大叔狼狈不堪的样子 开思有些同情 但他现在也自身难保 哪里有办法帮助别人渡过难关 此时 其他玩家也不敢再豁然对决 因为刚才发生的几次骚乱间 大家都趁机偷看了 其他人拿在手里的牌 局面就这样僵持了起来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只剩一张牌的船景 等得不耐烦了 他忽然飞身跳上赌桌 对众人提议 既然现在大家都互相怀疑 我们重新洗牌吧 收集每一个人剩下的手牌 洗完后再重新按照 每个人的手牌数发挥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他们纷纷把牌给了船景 开思看了一眼 自己手中的剪刀牌 又看了那位倒在地上 狼狈不堪的大叔 眼神中瞬间亮起了光 开思拉着大叔也来到船景这里 表示要参与洗牌 船景一正 CG露出奸笑 同意了开思和大叔的加入 船景将手牌收集好后 大家轮流洗了一遍 然后挨个发出 拿到牌后的众人又燃起激情 纷纷跑到牌桌前 开始组队对决 开思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牌 上面依然粘着一块血迹 看来船景在发牌的时候 动了手脚 又将那张剪刀牌 发回了开思 开思和大叔收好牌 起身要离开 船景却叫住了他 表示再和他对决一把 开思不想理 直接骂了一句骗子 转头继续向前走 船景却快步上前 提出这次开思赢的话 自己给他两颗星星 开思眼神一亮 似乎心动了 犹豫片刻后 他表情变得疯狂起来说 不 我要和你赌三颗星 船景立即质问道 你只有一颗星 拿什么跟我赌三颗 开思狠狠地盯着船景 一把拉过只剩两颗星的大叔 表示自己输了的话 自己连着大叔的星星 一共三颗 一起都给船景 大叔立刻慌了 想要掉头开溜 却被开思死死抓住 看来走投乌鲁的开思 已经疯了 他决定压上 所有能压的赌注 来梭哈这一把 只是他不知道 船景在他参与洗牌的那一刹那 就决定再坑他一回 报那一拳之筹 船景案子得意 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在发牌时 已经做好了手脚 将那张沾着血的剪子牌 又给了开思 而他自己则在石头牌上 做了记号 又发回了自己 这次就算是开思跟他赌命 他也能赢 两人站在赌桌前 船景直接兴奋地 将手中的石头牌砸下 开思瞬间睁大了双眼 紧握着手里那张 沾着血迹的牌 浑身开始颤抖抽搐 船景见他被吓得这个样子 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兴奋大笑起来 肆意地嘲讽道 哎呀小老弟 你手里的牌放下呀 是不是剪刀呀 你要进小黑屋了 那里极可怕了呢 然而这时 开思的嘴角就扬了起来 原来他的颤抖抽搐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兴奋 开思大笑着 砸下手中那张 沾着血迹的牌 船景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张布 原来开思早就注意到了 自己牌上沾着血迹 并且知道船景 也一定记得 在船景提议重新洗牌后 开思明白 只要自己加入洗牌 船景未报那一拳之丑 会耍花招 将这张沾鞋的剪刀 再发回来 自己则留下石头牌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再赢得一颗星星 所以开思找到 狼狈不堪的大叔合作 两人躲在角落里 擦掉了剪刀牌上的血迹 然后从大叔手里 拿一张布牌 再沾上血迹 一起交给了 收集手牌的船景 开思得意地解释完了这一切 伸手摘掉了 船景胸孔的三颗星星 分给大叔一颗 自己沾上两颗 这样两人就都有了三颗星星 接着 两人立即去堵桌边 评分大叔手中的卡牌后 以平局的方式 消耗掉了所有的卡牌 自觉逃过一劫的大叔 也激动地落下泪来 然而当他拿出手券 擦眼泪时 恶然发现手券中 还有一张石头牌 大叔竟然把这张牌遗忘了 画面转过 开思被迪爱集团打上烙印 植入了微型芯片 送到地下黑妖洞里劳作 他需要在这里打工23年 来偿还自己身上的债务 本来在邮轮上 已经赢了的他 是可以消除债务顺利下船的 但他选择和大叔一起 承担最后那张牌 毕竟大叔是他 只是现在 在地底赫妖洞里劳作的开思 有些后悔那时的意气了 这里到处都是 像他这种游戏失败 欠迪爱集团巨额债务的人 他们只能在这里卖命劳作 直到十几年后 债务还完才能重建光明 这天是开思第一次发新日 赫妖洞队长给他 发了9万1千块百利钞 百利钞是这里的通行货币 上面引着宠爱集团总裁的头像 兑换日元的汇率比是10比1 开思决定将这笔钱好好存起来 争取早日还清债务重建光明 然而这时 队长推来了一堆零食 啤酒肌肉串大声吆喝起来 开思看了一眼冰镇的凉啤酒 忍不住咽了口水 但一看价格居然是五千百利钞 立即转过身 杜绝了这个念想 其他公友纷纷过去购买 在战无天日的日子里 能喝上一口冰镇的凉啤酒 吃一些肌肉串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幸福了 队长见只有开思不来购买 立即满脸对笑地跑过去 递给了开思一罐冰啤酒 表示这一时 自己请信任何的 开思眼神立即亮起了光 颤颤微伸出手打开 大口大口地开怀唱饮 正所谓免费的东西 才是最贵的 开思唱饮完一罐冰啤酒后 再也忍耐不住心中躁动的欲望 立即由豪指五千百利钞 买了一罐 卖货的副队长柔声推荐道 要不要来一些鸡肉串 冰啤酒配鸡肉串最美味了 开思立即心动了 但看了看价格 是七千百利钞 不要太压抑自己 你已经辛苦劳作一个月了 是时候奖励一下 纵情享受美味吧 本来就十分犹豫纠结的开思 觉得队长这番话十分有道理 已经过了这么久苦日子 要犒劳一下自己了 于是又耗之工资 买了几罐啤酒 鸡肉串和薯片 一顿饱餐放纵后 开思立即后悔了 他愤恨自己 只顾一时的享受 花光了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并且按下决心 下一个月一定不这样做 好好攒钱 争取早日重建光明 专业到了下一个月 开思又忍不住花光工资 包餐一顿美味 在放纵的快感过后 他心中同样无比悔恨 决心下一个月好好攒钱 争取早日还清债务 重建光明 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 一直到这一天 开思送工作中受伤的大叔 去医疗室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受伤的劳工 这些劳工受伤后 如果没钱支付医疗费 就只能慢慢等死 而表面和矮可亲的队长 却带着副队长 每天想要牛排红酒 在战无天日的黑窑洞里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他们从不在乎 职业工有的死活 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事情 是榨干这些失败者身上 最后一滴血汗 开思和人明白了过来 他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重建天日 队长在每个月发薪后 叫卖零食 啤酒 鸡肉串 为的就是让他们短暂的沉沦 这样他们身上的债务越滚越多 就要一直在这里劳作到死 又到了一个发薪日 队长笑音音地让开思快来买东西 钱不够的话 自己可以给他预知薪水 开思直接激动地指着队长 骂他是吸血的水质 表示自己一天都不想待在这里了 队长不懈地告诉开思 如果想离开这里 好呀 通过了勇士之路 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开思不知道勇士之路是什么 但在他眼里 没有比继续待在这里 更糟糕的事情了 他只要自由 哪怕失去性命 他也要自由 这时 DI集团的特派员 叫来了病重的左员 原来左员是这次 勇士之路游戏的人选 开思立即站出来 激动地表示 无论如何 人的地下腐烂下去了 他要和左员一起 踏上勇士之路 逃离这座领域 大叔和几个工友 被开思所感染 决定也随着他 和左员参加勇士之路 几人被蒙眼带到了一处天台 然后几个黑衣人 从另一边走了出来 为首的 这是希望号猜拳游戏的主持人 利根川 他给开思等人 每人发了一张1000万的对讲卷 表示对讲的地点 就在对面星光酒店的28楼 如果有人想要自由 想要这1000万 就需要从勇士之路 走到星光酒店的28楼 说着 利根川指向两条 横跨两个大楼之间的 狭长铁桥 原来万丈高空中的 这两条狭长的铁桥 就是传说中的勇士之路 左颜大惊失色问道 如果不慎跌下去怎么办 利根川大笑着说 你们这群想不劳而获的失败者 如果想获得自由和1000万 那就要用命去搏 并且记得 一定要走过去 我们在这上面通了电 如果你们骑着 爬着过去 就会被电到 勇士之路游戏正式开始 星光酒店中 一群富豪正在大块朵银 看着凯斯等人 带上号码牌 准备踏上铁桥 这群富豪 就是这场游戏的出资人 都已经掌握世界上 大部分声望和财富的他们来说 只有这种游戏 才能点燃他们的兴趣 而这场烟灰的负责人 正是影片开头 介绍凯斯登上 希望号邮轮的林子 凯斯在大家上桥前 在每个人的鞋间中间 都划了一条纸线 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只要用这条纸线瞄准 就不会摔下 这实际上效果卫护其微 但却起到了极得的心理暗示效果 胆颤的众人被激发了信心和勇气 意思迈上了这条勇士之路 开斯是倒数第二个上桥的 大叔坐在他后面 所有人都极力保持着平衡 不去向下看 一步又一步 惊小声微地前进着 然而开斯却有些腿软 甚至感觉到脚下的桥在颤动着 突然 他一步迈得太快了 立即失去了平衡 险些掉下去 恢复了平衡后 开斯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退缩的想法 要不回到地下吧 永远在地下也挺好的 最起码还活着 这时 领头的那个人突然大叫一声 又疯了 又下雨了 所有人不由得面落惊恐之色 在这样的万丈高空之中 如果再有风雨袭来 将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开斯极力地劝告大家 别去想这些 这只是心理作用 不会有风的 然而领头的那个人却已经慌了 失去平衡的他双手乱抓 希望身后的左员能够服一下 但左员却犹豫了 先在万丈高空的独木桥上 自己还摇摇欲坠 怎么能冒险去伸出援手呢 领头的那人见左员拒绝 更加慌乱 脚下一软 双手落在了通电的桥面上 瞬间火花四间 他惨叫一声 掉了下去 他人的惨剧就发生在眼前 众人无不胆寒 而对面新光酒店里的富豪们 纷纷面露兴奋地赞叹道 有人掉下去了 随着一道惊雷响起 又有几人被吓得掉了下去 还有一人想要回头走下去 然而后面的人 根本没办法让开 两人纠缠在了一起 最后共同掉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富豪们纷纷起立 鼓掌叫好 太精彩了 再来一个 这一次负责这场宴会的林子 分开这群高高在上之人 过于冷漠 不悦地扭头骂了一句 离开了大厅 惊雷过后 暴雨落下 此时桥上只剩下左员 开斯 大叔三人 他们互相鼓励着 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然而大叔的膝盖 却一直在抖 坚持不下去了 他哭着叫住开斯 可刚要开口 就一阵狂风起来 三人一时间摇摇欲坠 开斯急忙向身后的大叔 伸出援助之手 要拉住他 但大叔却拒绝了 站稳之后 大叔拿出那一千万对讲券 要开斯在出去之后 把这个交给自己的女儿育美 他表示 因为自己的无能 女儿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 这是自己最后的愿望了 开斯立即抱和打断了大叔 你说什么呢 你要送你自己去送 我才不给你送 马上就要到终点 我们即将自由了 大叔却绝望地说 人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绝境中 爆发出极强战斗里的人 另一种是在绝境中软弱的人 我是软弱的人 开斯 你是绝境中的强者 你会走到最后的 我不行了 这是我的极限了 请你一定答应我 这时 大叔失去了平衡 开斯一把拉住他 大叔趁机将对讲卷塞给了开斯 微笑着鼓励道 你一定要胜利啊开斯 胜利 向前走 开斯只觉得眼眶一酸 热泪涌了出来 转头继续向前 迈动了脚步 然而两步过后 开斯突然察觉一丝异常 连忙回头往去 桥上一再无大叔的身影 原来生性胆怯懦弱的大叔 为了不让自己影响到开斯 在下坠的时刻 捂住了嘴 尽量不发出任何干扰的声音 被同意觉得开斯缓了缓情绪 继续努动脚步 向前奔赴 另一条桥上的左缘 比他快了一点 大雨中的他 面露着一丝兴奋 大喊着 开斯 我感觉到我在活着 我们快到了 我们的人生不是失败的 开斯向前望去 果然 新光酒店二十八楼的露台 就在前方不远 他振作起来 快步向前挪了几步 跟随左缘跳到露台上 另一边酒店里的灵子 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鼻子一酸 也为之感动 不过一旁的立根川 却神色古怪 仿佛期待着什么事情一般 露台上的左缘和开斯 看到了面前的玻璃门 只要打开这扇门 他们就拥有了自由和一千万奖金 可以开启崭新的人生 扔掉失败者的名头 兴奋的左缘一把 抓住门把手要打开 然而这时 一道惊雷落下 开斯突然发现 上面的窗户上 有一位老者 正兴奋地望着他们 正是印在百里超上的 迪爱集团首脑冰疼 为什么他的神色 会如此之兴奋呢 难道 开斯想到这里 立即出演组 只要拉开玻璃门的左缘 然而为时一晚 左缘已经将玻璃门拉开 瞬间 里面涌出一股强大气流 将它吹了下去 原来由于里外气压有差 所以在开门的一瞬间 会有强气流涌出 这是勇士之路的最后一关 开斯爬着进了酒店 周围灯光打开 立根川和一众黑衣人 笑音音地鼓起了掌 这时 迪爱集团首脑冰疼走了进来 赞叹道 真是了不起啊 你是第一个 通过勇士之路的人 来不我做事吧 看到在地的开斯 拿出大叔和自己的对讲卷 愤怒地斥责道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少废话了 快将2000万奖金兑换了吧 然而立根川却笑音音地告诉他 1000万捡去你背负的债务和利息 还有75万 至于另一张对讲卷 那是死人的 怎么可能对得道歉 经历九死一生的开斯不然大怒 要上去和立根川拼命 却被黑衣人制止了 看不下去的灵子出现提醒道 开斯你够了 现在赶紧走吧 至少你还有自由 然而激动的开斯 却依然对着立根川和冰藤破口大骂 立根川怒从心起 下令将开斯再带回去 冰藤却出现拦了下来 表示自己可以给开斯一个机会 让他再玩一个游戏 如果赢了的话 可以得到丰厚奖励 画面转过 同一加入游戏的开斯 被带入了一个房间 这次他的对手是立根川 而这局的游戏是一卡 规则是每个人五张牌 分为两个阵营 奴隶方的牌是一个奴隶 四个市民 皇帝方的牌是一个皇帝 四个市民 其中市民克制奴隶 奴隶克制皇帝 皇帝克制市民 游戏开始后 用奴隶方先出一张牌 扣在桌子上 皇帝方接着出牌也扣下 然后两人同时翻开笔大小 因为奴隶方比皇帝方弱实 所以奴隶方的奖金赔率 是十倍一 开斯听完规则 心中算了一下 奴隶方十倍一 刚刚冰腾给了自己75万 那么凭着自己手中这些钱 只需要三轮 最高就可以赢得过亿的奖金 想到这儿 他立即将70万钞票 拍在桌子上 选择了奴隶方 立根川被开斯的勇气 所震惊到了 随即不禁得一起来 告诫到 闭着眼睛随意乱出 那就没意思了 开斯没有搭理他 直接将手中的牌放好 思索片刻后 他决定着第一把小心为伤 打出一张市民牌 立根川也出了一张市民牌 第一把就这样 以合举结束 接着 开斯看了一眼面前的牌 深吸一口气 又出了一张市民牌 立根川也是一样 似乎双方都在不停地试探着 对手的节奏 已经两把合举了 开斯看着面前只剩下了三张牌 心中暗想 要不要这个时候出奴隶呢 立根川是怎么想的呢 此时 剩下了三张牌的他 是不是要出皇帝呢 开斯犹豫 一边缓缓将奴隶牌拿出 一边盯着立根川的脸 想从中读出什么 然而立根川却在垂着头 似乎也在全身贯注地看牌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开斯一咬牙心一横 热血上涌 将手中的奴隶牌放下 立根川突然大笑起来说 你是不是很希望我出皇帝呀 可是我能读到你内心的想法呀 你这张牌是奴隶吧 说着 立根川打出了一张市民牌 击败了开斯的奴隶 输掉了七十万的开斯大惊失色 他不相信立根川有毒性的特异功能 但这条老狐狸又是怎么预判到 自己是什么牌的呢 难道只是他的运气好吗 开斯又开始了第二轮对局 这轮的赌注时 他在地下黑窑洞工作一百年 将手中的牌放好后 开斯决定这次出席之胜 开局就放出奴隶 但在落牌的一瞬间 他忽然奇怪地发现 立根川垂头聚精灰神地看着什么 开斯眯起了眼睛心中思索 他不是应该再观察我的表情吗 他在垂头看什么 是他的牌吗 不不不 他的目光在手牌之下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开斯想到这儿 立根川突然抬头骂道 快放牌白痴 然后又吹下头 聚精灰神地望着下面 开斯吓了一跳 手中的奴隶牌缩了回去 由于要不要换一张市民牌 但愁出片刻后 他还是心一横 将奴隶牌打了出来 立根川又抬起头来 得意地说 想了这么久 你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吧 说着 立根川也打出了一张牌 开斯紧张地望着立根川的神色 颤颤为地揭开自己的牌 立根川表情开始抽搐 嘴角渐渐上扬 露出了奸扎的笑容 伸手翻开了自己的牌 是一张市民 立根川大笑着讥讽道 两轮你都输了 你要回到地下了 白痴 我可是有独心的特异功能啊 一边的黑衣人直接过来 将带入目击的开斯架了出去 一路上 已经任命的开斯面无表情 苦苦地思索着 立根川为什么能读懂自己心中的想法 特异功能是不可能的 那么立根川是怎么出老千的呢 还有在对决的时候 立根川一直垂头盯着什么 有镜子反光 有人站在自己身后头看 还是隐形相机 不不不 这都是没有的 那立根川在看什么呢 他是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呢 突然间 开斯灵光一现 是芯片 电爱集团在我近黑妖动前 在右手臂植入了一枚芯片 立根川在对决前 换了一款手表 并且这款手表 它是反着戴的 表盘在手腕内侧 它一定是在看那块手表 那块手表连接到我身体里的芯片 而奴隶牌 是我五张牌里最重要的一张牌 这样的话 只要我出这张牌 我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 产生情绪波动 热血上涌 心率加快 从而被芯片感应到 反馈给立根川的特殊手表上 他就会知道 我要出的牌是奴隶 想到这里 开斯悲愤交加 使劲地撞击着右臂上的芯片位置 却被黑衣人一把揪过来 粗暴地推到底上 一旁的林子走过来 蹲在痛苦流地的开斯面前 惋惜地说 我以为你走过了勇士之路 是个厉害的角色 但没想到最终你还是一个失败者 开斯愤怒地反驳道 我不是失败者 我一腾开斯不是失败者 突然间 开斯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神亮了起来 他立即收起悲愤的情绪 表示自己要去一趟卫生间 卫生间里 开斯洗了一把脸 看到林子也跟了过来 他郑重地向林子请求道 能借我一些钱吗 我看穿了立根川的计量 有可以翻盘的计划 林子有些惊讶 以为自己听错了 反问道 你跟我借钱 海斯重重地说 对 刚刚我就注意到 你也十分反感低爱集团吧 请您借给我两千万 我要翻盘 画面转过 海斯回到对决的房间 拿出林子开出的五千万支票 想要再来一次对决 立根川吃惊地望着林子 斥责道 你哪里有这种权利 用集团的钱 来借给这个失败者 冰藤却面露笑意 表示这才有趣 接着冰藤问林子 你这是把自己的命压进去了 林子面无表情 单单回答道 对 既然冰藤同意再来一轮 立根川也不能拒绝 开斯转身走向座位 却突然在镜子面前 发起风来 他一头将镜子撞碎骂道 我才不是这个失败者的样子 接着 开斯捂着头上血流入住的伤口 开始整理着手中的牌 并且偷瞄着立根川的神色 立根川注意到 开斯手中似乎有些什么动作 冷哼一声骂道 小流氓 开斯立即不然大怒 拍眼而起 宣泄了一番压抑的情绪 他伤口上的鲜血也洒了下来 落在了桌上的两张牌上 立根川面无表情 瞳瞄了一眼手腕上 惊哄开斯心率的手表 发现似乎是因为开斯受伤 芯片失灵了 另一边林子摸罗笑意 明白开斯的计划生效了 对公司愈发不满的他 其实一直都非常看好开斯 认为他是有能力 颠覆这个集团的人 更重要的是 刚刚在卫生间里 开斯对他说出的计划 的确能够在牌桌前 战胜利根川 所以他才直接将自己的 5000万额度都借给了他 而另一边的 立根川却有些心虚 一直以来 他都是靠着手表这种伎俩 保持着一卡不败的神话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对决 他紧紧地盯着开斯 想从开斯的脸上 读出一些什么 然而开斯却一直紧盯了 手中的牌 根本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立根川愈发心虚 又看了一眼失灵的手表 心中一横 决定保险起见 第一把献出一张市民 这样最不计也是平局 于是 立根川的手摸上了市民牌 但突然转念一想 自己是正有极大优势的皇帝方 第一把打出皇帝 开斯五张牌 有五分之四的概率 是出市民牌 这样一把丁胜负 岂不美在 想到这里 立根川的手又摸上了皇帝牌 这时 开斯不耐烦地催促道 快点 磨叽什么 立根川心中已经 暗自思索 开斯这次包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会不会也准备出席不意 第一把就出奴隶牌搞死自己 还是保险起见 先出市民牌吧 想到这里 立根川打出了市民牌 两人同时翻开牌 都是市民 合局 正当立根川有些懊恼的时候 开斯却露出了笑容 立即又出了一张牌 立根川不禁心中暗骂道 这个恶心的垃圾 真是烦人 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输掉的了 我却高高在上 有着自己的人生 这次我该出什么牌呢 想到这里 立根川忽然发现 开斯放下的这张牌上有血迹 瞬间 立根川脑中灵光炸现 想到刚才桌子上 一共两张牌 那么就说明 这张沾着鞋的牌 有二分之一的概率是奴隶 立根川立刻打出一张市民牌 两人同时翻开 又是两张市民牌 立根川心中盘算着 这下就好办了 开斯下一张如果有血迹 就是奴隶 没有血迹就是市民 那么只需要出皇帝 就是胜利了 正在立根川这样想着 开斯又出了一张牌 胜利没有血迹 立根川心中窃喜 立即要打出皇帝牌 但却又犹豫了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血迹没有别的意思 或者那张沾了鞋的奴隶 被开斯擦干净了 不行 自己要保险一些 不管这张牌是奴隶 还是市民 自己出市民 就是最保险的 想到这里 立根川打出了一张市民牌 两人同时翻开 又是两张市民 双方此时 只剩下两张牌了 这将是决定胜负的一局 因为如果两人都出市民平局 那么最后开斯剩下的奴隶 是必胜立根川的皇帝的 开斯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小心翼地放下了一张牌 立根川已经一嫖 心中大喜 因为这张牌上有血迹 刚刚有血迹的一张牌 引用掉了 是市民 那么这张有血迹的牌 一定是奴隶 自己只要打出一张市民牌 就可以赢下对决 立根川脸部肌肉在颤抖着 已经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了 正当他要打出市民牌的时候 又犹豫了 不对啊 这个游戏对于开斯而言生死有关 这块血迹 他自己又没注意吗 另一边 林子见立根川出牌的时候 寻在半空中犹豫不决 立刻神色惊慌起来 难道是这个老狐狸 受到连累的 林子不禁后悔 自己一时热血上游 站在了开斯这边 依然犹豫着的立根川突然想到 开斯坐在座位上时 手中似乎有一个动作 在偷偷地换牌 想到这里 他毛色顿开 暗中思索到 这小子应该是将奴隶牌 换成了市民牌 所以说沾着写的是两张市民牌 这都是他设计好的 这个混蛋在希望号猜选游戏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把戏赢了对手 我记起来了 小子 你还想这头来赢我 想不到我看穿了吧 你终将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大喜光的立根川高举手臂 气势如红地将皇帝牌 砸在桌子上 大笑着说 可惜啊开斯 虽然有些小聪明 但很遗憾 你遇到了我 立根川 一直四四盯着鼠绒牌的开斯 缓缓抬头 脸上的肌肉因为激动 不住地颤抖着 淡淡地说道 立根川 真是谢谢你啊 说完 开斯将面前的牌掀开 正是一张奴隶 立根川大惊失色 方才意识到 开斯那是调换牌 只是一个假动作 为的就是 引诱自己上钩 开斯知道立根川 这样的狠角色 观察力一定十分惊人 疑心也是特别重 所以说 设计了这个连环套 高高在上的立根川 就这样被废物开斯打败了 激动的他恼羞成怒 救助开斯举拳叫打 却被身边的黑衣人拉住 按在了冰藤面前 震动的冰藤 狠狠地打了他两棍 下令将立根川 投入地下黑窑洞工作 致死方休 画面转过 由于奴隶方是十赔一 所以开斯凭借 林子借的五千万 赢得了五亿 离开了地爱集团的他 和林子来到家居酒屋庆祝 分完钱后 林子将一杯倒满的啤酒 递给了开斯 表示这顿饭他买单 开斯兴奋地大叫干杯 然后喝了一大口 紧接着 他就觉得天选地转 晕了过去 开斯再次醒来的时候 林子已经不见了 并且所有的钱也都不见了 不过林子在他的衣服口袋里 留下了一封信和一大钞票 信中 他告诉开斯 那五千万贷款的利率是 每分钟30% 所以开斯分到的两亿 扣除利息 只剩下了43万 影片的最后 开斯将剩下的43万 和那张对讲卷 托人交给了大叔的女儿 久死一生后 依然一无所有的他 继续过着拥拥拥碌碌的生活 每天在街头 无所事事的闲逛 此刻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就像诸多赌鬼一样 一次又一次几千万 几个亿的豪赌 已经让他不能再回归到 正常的生活了 他根本无法再去 老老实实的上班 赚一些微薄的死工资 只有越来越凶狠的赌局 才能让他感觉热血上游 让他感觉到存在的意义 他或许最终 会像大多数狂热的赌鬼一样 断手断脚 将自己的性命也压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继续咱们的 烧脑之斗系列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无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赌博默示录的第二部 影片开始在地下黑妖洞中 凯斯正在和队长等一对劳工玩头子 没错 在上一部中 九死一生赢了地爱集团五亿 重获自由的凯斯 又因为欠债 回到了黑妖洞中 这次的他基本已经任命了 每日除了劳作就是赌钱 当初那些激情热血 与豪言壮志 都已经烟消云散 这次凯斯刚刚输掉了三个月的工资 懊恼的他当场撒泼打滚 又掏出十万零三百百利钞 要和队长再来一次一决胜负 队长大喜过望 立即全盘接了下来 然而没想到 周围本来在观望的工友 都纷纷跑过来 一拥而上下了众主 队长神色有些尴尬 心中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但见堆积如山的钞票 又抵不住诱惑 还是全都接了下来 将投资掏了出来 投资刚落下 众人突然将队长按住 把投资夺了过来 原来 这是凯斯设下的圈套 他很久之前就看出 队长一直赢钱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次凯斯才一直输钱 让队长放松警惕 再突然加大筹码 面对拖手可得的巨额赌注 队长果然上钩 掏出了必胜头子 他这个头子的古怪之处在于 六个面都只有四五六三种点输 所以无论怎么投资 都能让他通吃全场 当场揭穿队长出钱的凯斯 率领沸腾的人群 从队长内里 要来了四倍赔偿 将他所有的家底都掏空了 拿到钱后 欣喜万分的众人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为凯斯购买的 14天额度的外出权 让他可以回到地面上 生活14天 然后又将剩下的100多万 全部都给了他 他们相信这个在逆境中 他会爆发的无蓝 能够在14天的时间里 筹集到为大家所赎身的 两一巨款 画面转过 凯斯带着小伙伴们的钱和希望 踏上了回到地面的吊车 这个小流氓的又一段好赌传奇 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冲回地面上的凯斯 手腕上戴着一块 DI集团监视他们用的手表 上面已经开始14天的倒计时了 他来不及享受久违的阳光 因为他还肩负着地下众多伙伴 重返人间的希望 虽然他是个好吃懒做 不求上进的无赖 但他从来不会 违背亲口许下的承诺 也从来不会抛弃 任何并肩作战的伙伴 但是现在身上 只有100多万日元 该怎么样才能在14天内 超到2亿呢 凯斯暗自思索着 赌马吧 但赌马胜率太低了 至少50%以上的概率才可以 正当凯斯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利根川 在上一部中 身为DI集团高级会长的利根川 因为最后一战输给了凯斯 被打入黑妖洞中劳作 最近他找到机会 又能重返地面 然而现在的他 已经不负网儿的荣光 随便一个街头混混 都能将他打得半死 凯斯和利根川两人 虽然网儿有着深仇大恨 但如今已经同样落魄 他们寒暄了一番 得知凯斯要在14天内 抽击到两个亿 利根川提出再赌一把 如果凯斯赢的话 就可以讲出一个搞钱的好办法 凯斯立即答应下来 画面转过 利根川坐在江崎桌前 表示这一次 聊人聊下江崎 并且还绕有深意地告诉凯斯 知道下戏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一是勇气 二是胆量 三是觉悟 凯斯听得云里物流些不懂 直接压住5万日元 催促利根川尽快开始 然而利根川却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 廉价旅馆的服务员 招呼凯斯去登记 凯斯立马上利根川等着自己 千万别走 然后就跑去登记了 当凯斯再回来时 利根川已经拿钱跑路了 凯斯顿时系的破口大骂 这时电话响起 是利根川打来了 他告诉凯斯 棋盘下面压制一张入场券 是迪爱集团的一家地下赌场 凯斯如果想在两周内 抽击到两个亿 可以过去内里 碰碰运气 说完 利根川就挂了电话 凯斯立即翻开棋盘 拿到入场券 奔赴了这家迪爱集团的赌场 刚一进赌场 就是这个感觉 他找到这个感觉了 只有这种地方 才是他的战场 在上一部中 经历过数千万数亿对决的他 正常上班赚个几万块的工作 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只有这种酣畅淋漓 紧张刺激的豪赌 才让他感觉到快感 然而此时凯斯不知道的是 一位高大英俊 西装格里的男子 正在监视期后面看着他 这名男子叫做一条省 从希望好猜拳游戏中赏出 又通过勇士之路 最后在一卡游戏中 击溃利根川的凯斯 已经成为了迪爱集团中 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 这个一条省 则是在凯斯之后 唯一一位也通过勇士之路的人 不过和凯斯不同的是 他在这条路上 将其他的伙伴们都推了下去 方才赢得胜利 从暗无天人的地下 荣登迪爱集团高级会长之位 不过他始终对凯斯有着迹象的好奇 想要和这位传奇人物 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 另一边赌场中 还有一位大叔注意到了凯斯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个小伙不是普通人 立即亲切地上去 为凯斯做这里的向导 还给他介绍了 赌场中最刺激的招牌项目 巨型薄青哥 薄青哥就是弹子机 也就是中国大陆俗称的老虎机 这种赌博机器 在日本可以说是相当之火爆 至今为止已经风靡了八九十年 玩法也十分简单 花钱去买弹珠 然后将弹珠放入薄青哥 如果弹珠顺利通过层层机关 最终落入洞中 那么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并且这些多巨型薄青哥 打一发弹珠需要四千日元 但最终弹珠顺利通关后 所有前人积累头像没通关的弹珠 都会吐出来作为奖金 开斯望着眼前这些多巨型薄青哥 这里面已经积累了数不胜数的弹珠 也就是说 只要打中一颗 就可以获得数十亿的奖金 这简直就是翻身的最好机会啊 但拿他观摩一会儿后 神似冷峻起来 低声对身边的大叔说 这个百分之百打不中的 然后掉头离开 大叔连忙追了上去 问他何出此言 开斯冷冷地告诉他 那个机器作弊子 被人后台操纵着 如果用一般方法是打不中的 除非有详细的战略 大叔诧异地追问道 那之前有两个人打中过呀 他们的照片还被挂在了赌场的墙上 你也看到了 开斯想起了那两张照片 愤恨地解释说 那两个人我认识 一个是迪爱集团的手脑冰疼老头 一个是迪爱集团的会长 总之 这个薄青哥就是他们骗钱的阴谋 大叔闻听此言 却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一把拉住开斯说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小哥 你的确有过人的眼力 实不相瞒 我一直都在研究 如何破解这台剧型薄青哥 说着 大叔带开斯来得得工作时 展示了一座纺织的剧型薄青哥 开斯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位大叔 居然还有如此高超的手艺 大叔一把抓住开斯的时候 激动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帮手 并承诺 只要战胜这台薄青哥 就会分钱给开斯 开斯也是喜出望外 如果能和大叔一起携手作战 那么他在14天内 筹集到两个亿 也不是难事 两人就这样 正式达成了合作 大叔的名字叫肖太郎 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工程师 但后来因为事业失败 老婆孩子离他而娶了 所以才落魄至此 他也给开斯 介绍了一位助手 玉美 开斯研究认出 这个名叫玉美的女孩 生死在上一步中 和自己并肩作战的 十天大叔之女 瞬间 回忆涌上心头 开斯感慨完签 他颤抖着声音问玉美 为什么参加这么危险的事情 玉美告诉开斯 我的父亲就是被 迪爱集团的赌名游戏害死的 我现在在迪爱集团 这家赌场工作 为了就是能够有朝一日 为父报仇 开斯文言不由地落下热泪 为十天大叔感到欣慰 画面转过 小太郎将开斯和玉美 叫到仿制薄青哥前 讲出他思索几个月后 想出来的计划 那就是用磁铁干扰弹珠 行动的轨迹 这台薄青哥 一共有两层机关 第一层是钉子森林 密密麻麻的钉子 钉在薄青哥的内壁上 如同森林一般 弹珠需要顺利穿过 所有钉子之间的空隙 才能掉落到第二关 钉子的距离 分为ABC三个等级 C最为狭窄 绝大多数弹珠都通不过去 而A最为宽松 几乎所有弹珠 都可以成功通过 大叔根据玉美 偷出来的钉距表确定了 明天这台薄青哥 会被设定为A级钉距 这样这关 就可以轻松解决掉 接着就是第二关 三层一次增大的圆盘 第一个圆盘三个洞 第二个圆盘四个洞 第三个圆盘五个洞 所有弹珠顺利通过 每层标红的洞 才可以赢得巨额奖金 这也是最难通过的 不过用磁铁 就可以完美操控 弹珠的行动轨迹 虽然入场的安检 十分严格 不可能明目张胆的 带磁铁进去 但萧太郎制作了一关 装有磁铁的啤酒罐 玉玫可以悄悄带进去 然后他把这个特殊的啤酒罐 交给成功入场的开斯 当弹珠掉到第二关后 开斯就错过来 将啤酒罐交给萧太郎 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完美 三人准备好后 第二天就正式发动了 对这台薄青哥的进攻 萧太郎取出他的所有资产 装着磁铁的啤酒 也顺利被玉玫带入赌场 交给开斯 一切子弹照计划安排的那样进行着 掩开所有的弹珠 已经通过了钉子森林 进入连环圆盘中 开斯联盟将啤酒交给萧太郎 激动地期待着弹珠落进红圈之内 赢下着价值十几亿的奖金 然而萧太郎却忽然发现 手中装着磁铁的啤酒罐 对弹珠起不到任何作用 眼看一千万的弹珠打完 萧太郎联盟又加了一千万 却依然都当了炮灰 没有一颗弹珠是他能够控制到的 领思铁金的萧太郎 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直直地从座位上摔了下来 手中的啤酒罐和一颗钢珠也掉落在地 这时 这家赌场的负责人一条圣走了出来 连忙先将滚楼的钢珠捡起 再大步过去把萧太郎扶起 然后得意地捡起啤酒罐说道 为了防止有人用磁铁作弊 我们今天换了黄铜弹珠 此言一出 萧太郎和开斯大惊失色 瞬间明白过来 是玉美背叛他们将计划告诉了一条圣 一条圣才有所准备 然后将计就计 让萧太郎自投罗网 崩溃的萧太郎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一条圣饶有深意地告诉他 要不要来参加一个游戏 赢了的话给你三千万 已经义务所有的萧太郎立即连声答应 开斯则立声出言阻止 他太清楚第二集团那些赌鸣的黑暗游戏了 参与者稍有不慎 就会落入万丈深渊 一条圣转头望向开斯 能跟开斯这位传信人物来一次对决 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了 玉美之所以背叛萧太郎和开斯 也正是一条圣欺骗他说 开斯在勇士之路上 为了获得胜利 将他父亲从万丈高空上推了下去 只一言 开斯就从一条圣的身上 闻出了野兽的味道 甚至还有一股令人反胃的血行为 他想要拦下参加游戏的萧太郎 然后颤抖着走向羽眉 想要解释勇士之路上发生的一切 却被一条圣力声打断赶了出去 接下来的两天里 萧太郎的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研究薄情歌 为了安慰他 开斯也是绞尽脑汁 这天中午 他不经意间将弹珠洒落在地 看着滚向墙角的弹珠 瞬间他的脑海里就闪过了一丝灵光 他知道那座薄情歌的终极秘密了 画面转过 开斯来到赌场 直接提出要见一条圣 一条圣别让人带他来到办公室 走进办公室的开斯赫然发现 曾经刚刚在上的利根川 如今像一条狗一样跪在地上 给一条圣当椅子 一条圣不高兴了 还可以对他脸打带踹 原来一条圣得知开斯重回地上后 就给了利根川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让他将开斯引到自己的赌场这里 开斯望着如同狗一样的利根川 心中略归一丝同情 有一片刻后 他掏出一颗弹珠扔在地上 弹珠掉在地上 直直地滑向了一条圣那边 开斯激动地告诉一条圣 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一条圣不屑地警告道 你这是在找死 离开赌场 开斯脑海里已经有了 可以击败这些剧型薄星哥的完整计划 他立即回家告诉了肖太郎 肖太郎听完后 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片刻后 他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没钱去执行这个计划 开斯看了一眼手表 他在地面的时间只剩下7天了 执行这个计划至少需要2000万 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扯得这笔巨款呢 忽然 开斯想到那时 一条圣得意地邀请肖太郎 参加一个可以赢得3000万的游戏 开斯和肖太郎找到一条圣 表示自己可以参加这个游戏 一条圣十分开心地答应下来 当机带领两人来到赌场的地下室 这里就是游戏的现场 这个游戏叫做公主与奴隶 很久以前 一个奴隶和一位公主相爱了 震怒的国王 让奴隶站在三扇门前 其中一扇门背后是美丽的公主 另外两扇门背后是饥饿的狮子 奴隶需要按下面前三个按钮中的一个 如果选对了公主那扇门 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果选错了 奴隶将惨遭猛兽吞噬 观众席上做着各国家顶级的富豪 在一阵鼓掌和欢呼声中 第一位玩家出场了 这位玩家在那台剧情薄情歌上 输光了所有财产 也背负了巨额债务 现在为了得到一个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选择加入这个游戏 而公主门中站着的 正是他的未婚妻 未婚妻身穿一起婚纱 显然如果这位小哥 能够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 就可以和未婚妻携手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有一些激动 兴奋地对未婚妻说 结婚吧 我从这里出去后 我们就结婚吧 未婚妻也十分激动 他烈眼婆娑地说 没关系 我不在乎钱 只要有你就好了 小哥甜蜜一笑 问未婚妻自己该选择几号 未婚妻看了看显示威尔的正确答案 神色一变 瞬间换上了灿烂的笑容说 选一号 小哥点了点头 脸上都出兴奋的笑容说 我爱你宝贝 然后按下了一号按钮 按钮按下 另一边狮子房间的门被打开 小哥连忙把腿就抛 但被脚上的锁链扯住 一时间血肉横飞 他惨遭饥饿的狮子吞食 而他的未婚妻 兴高采烈地 拿着三百万奖金离开了 原来他的屏幕上 还有一条附加规则 如果小哥被狮子吃掉 他就可以获得封厚奖金 观众席上掌声雷动 富豪们纷纷大呼精彩 这正是他们所期盼看到的 人性斗争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凯斯 肖太郎死死地拉住他 不想让他去送死 但凯斯却扯开他 毅然决然地走进场地 被锁了起来 主席抬上一条上 楼出左翼的微笑 这是得和凯斯的第一次对决 为了让游戏更加有趣 他还特意带来了 凯斯的两名老熟人加入 作为惊喜的彩蛋 场地灯光亮起 扣上锁后的凯斯和人发现 这次公主门中站的是玉眉 玉眉面无表情 冷冷地望着凯斯 淡淡地说三号 这时一个人突然抓住栏杆喊道 凯斯12号 凯斯诧异地回头望了过去 这个人正是在上一部猜拳游戏中 被凯斯击败的传警 传警真诚地说 我厌倦了低爱集团的虚伪 这次让我来做你的伙伴吧凯斯 这时玉眉面色冷静地强调了一遍 三号 肖太郎见状 立即告诉凯斯 选一号呀 这个女的不可靠 那个男人也是你的敌人 这还用问 必须选一号呀 正在原地的凯斯不知道该如何使好 在这考验人性的牢笼之中 究竟该相信谁呢 他极力地想保持冷静 找出这个游戏中的破绽 但吵杂的环境又让他无法思考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决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觉悟 是觉悟呀 有了觉悟 就快点按下按钮 凯斯寻生忘了过去 说话的人正是另一边的立根川 传警和立根川 正是一条胜给凯斯送上的惊喜 听完立根川说的话 凯斯出片刻后做出决定 走过去按下了三号 按钮按下 肖太郎大吃一惊 三号全是正确的 不过 这并不是玉美良心发现 而是一条胜告诉他这么做的 一条胜表示 凯斯必定不会相信他 所以就实话实说 让他避开正确选项 不过凯斯选择正确 却是因为立根川提醒的靠觉悟 立根川在影片开头 就对凯斯说过 一是靠勇气 二是靠胆量 三是靠觉悟 所以凯斯才选择散 一条胜和凯斯的第一次对决 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成功赢得三千万奖金的凯斯 正在仓库和肖太郎庆祝 立根川也找上门来 现在成为迪爱集团弃子的他 心中充满了仇恨 他又加入凯斯阵营 一起击溃迪爱集团 立根川的加入 对于肖太郎和凯斯来说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三人立即开始 紧挪秘古的计划起来 而玉美也因为这次失败 被一条胜驱逐出迪爱集团 肖太郎和凯斯 不计前嫌地将他接纳了过来 不过这次 凯斯有了两千万作为弹药 必定会与自己来一次终极对决 所以每日他都会亲自上针 对薄琴哥进行维护校准 他既期待那一天 但心中又有那么一丝紧张 并且最近几天 似乎楼上在搬家 一直都有些吵闹 搅得他心神不宁 不过一条声还是认为 自己手握实成胜率 因为他还有一张超级地牌 画面转过 一切准备完成 凯斯立根川 肖太郎 三人带着三千万 坐进了都场大门 凯斯现在留在地面上的时间 只剩下二十个小时 能否带领地下黑妖洞中的兄弟们 走向自由 全看着最后一战了 而立根川和肖太郎 也倾尽其所有 都把翻身的希望 压在了凯斯身上 经过安检 凯斯气势如红地 坐在薄琴哥前 开始了这场终极之战 一千万额多的弹珠 如同雨点半落下 周围的黑衣人 立即大惊失色 明明今天校准的是 C级定居 为什么这些弹珠 会如此轻松地 通过第一关钉子森林呢 一条圣嘴角微翘 心中立即有了答案 她大步地走过来得意地说 你们伪装成搬家公司 偷偷潜入这里 将弹珠换成了小一圈的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一条圣花音刚落 玉美就走了出来 原来又是她出版了大家 尽管她貌似自觉地 回避了三人的战术商讨 但却在花瓶里 放了切听器 再次被骗的肖太郎 勃然大怒 要动手教训玉美 然而立根川却神色坦然 她不屑地说 这个女孩已经被一条圣 完全洗脑了 她唯一的目的 就是摧毁开斯 她是一条真正的毒蛇 玉美丝毫不生气 反而激动地盯着开斯说 对 我恨透了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软弱无能之人 成功的路 只有那么狭窄的一条 我也要像一条圣一样 将别人推下 自己继续前进 我不想输 我想痛快地赢 哪里有什么对错呢 我服从一条圣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胜利的一方 一条圣看着开斯的神色 从疑惑转为震惊 抓起一把弹珠 开始用测量板检测 如果这些尺寸变小的弹珠 从板测量的孔中掉落出去 那么开斯三人 将被没收所有财产 打入地下黑窑洞中老作 致死放休 然而一把弹珠落下 竟然没有一个掉落 全部都是尺寸合格的 一条圣大惊失色 问玉美是怎么回事 利根川不屑地说 很简单 因为你的情报错了 我们根本没有换弹珠 原来 开斯他们换的是检测棒 检测棒是用来校准 钉子森林定据 白天在一条圣这里 备受屈辱的他 晚上就一点一点 在地板上凿洞 倒穿后 他又甩了一条监控线路 到自己的设备上 然后每天趁着办公室没人 他和开斯就从洞中 放出电磁装置 勾上定据最小的CG检测棒 换上大一些的头再放回去 这样每次都换上大一些的 一条圣根本没有感觉 一二每天兢兢兢兢兢的 用这一根检测棒校准 渐渐将定据越调越大 画面回到剧情薄金歌前 钉子森林第一关轻松拿下 下面就是连环轮盘了 这座剧情薄金歌 最大的秘密也就是这里 一条圣依然十分有信心 可以凭借这个击败开斯 专业一千万额都已经打掉 开斯又夹了一千万 对于这个轮盘的机关 他早就看破 之所以没有人能够将弹珠 打进最后一层标红的洞中 是因为机器的轮盘 向前有一些幅度的倾斜 而整个机器 也向前有一些幅度倾斜 最重要的是 薄青哥周围的地板还是倾斜的 虽然每一层的倾斜角度都很小 但三重倾斜结合在一起 就几乎百分之百 打不进最后一层标红的洞中 并且赌通的从视觉上 也很难察觉到 倾斜是如此之大 那么开斯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原来那时 大叔磁铁战术失败 一颗钢珠掉在地板上 一条圣神色慌张的 第一时间捡了起来 正是他害怕 会有客人察觉到这其中的猫腻 看到这一幕的开斯 有所疑心后 又特意去挑衅一条圣 更加确定了心中所猜测的 倾斜就是三连轮盘的最大秘密 画面回到赌场中 一条圣差异地发现 倾斜几乎失效了 弹珠竟然不受重力的影响 几次都向飙红的洞边划去 大惊失色的他 立即拿出控制器 发现三重倾斜 都是按照正常的数值设置的 那为什么会有 如此诡异的事情发生呢 这时 一旁的一个赌徒太过激动 不小心将弹珠打翻在地 一条圣看着散落一地的弹珠 居然都滚向了同一个方向 立即明白了过来 原来 开斯他们并没有改变三重倾斜 而是将整栋大楼都反方向倾斜了 开斯看破三重倾斜的机关后 向肖太郎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那就是 将这整栋大楼都反方向倾斜 曾经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肖太郎 被这个天才的想法震惊到了 但不得不承认 这个计划是实际可行的 因为这座大楼的地基松软 只需要在一侧 施加20吨重量 就可以压成地基 产生倾斜效果 在过去的几天里 开斯他们在利根川租的房子中 摆了20个1000公升的塑料箱 然后将水管插入住碗水 摆到特定角度 这栋大楼就这样反方向倾斜了 而搅得一条圣心翻意乱的那些搬家工人 也正是给开斯他们搬运水箱的 看着一颗又一颗弹珠即将入洞 一条圣心一横 已经顾不得赌场信誉了 接着又加大了倾斜角度 所有客人都察觉到了脚下的变化 纷纷斥责赌场作弊 这时 一条圣灵光炸现 立即反方向调整 将倾斜角度 推向大楼倾斜的方向 这样由于第一层和第二层 圆盘飙红孔洞在反方向 所以会将所有弹珠都卡死在那里 无法掉落到第三层 而现在更重要的是 开斯他们的钱快打光了 如果剩下的几枚弹珠能够坚持住 但尽两句的开斯 就再无翻身的可能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一条圣还上日去拿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无数弹珠突然竟在第一层第二层圆盘卡住 开斯得让有些慌了 渐渐技术板上的数字跳动到零 最后一颗弹珠也在第二层阵亡了 立根川和小太郎眼前一黑 大呼倒霉 身后围观的赌徒们也大为惋惜 带入不击的开斯正在座位上 不明白自己如此完美的计划 为什么会失败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薄青哥弹珠管道上 立即就看得了一条圣的应对之法 同时脑海中也闪出了新的对策 开斯连门将小太郎和立根川叫到卫生间 表示自己还没有输 只要还有钱就能赢 接着他说出下一步计划 立根川听完后 认为开斯已经疯了 直接翻脸转身大步离开 而小太郎却拿出200万 表示大不了一气滚蛋 开斯收响后 拿出地下伙伴交给自己的104万日元 再加上小太郎的200万 又兑换成300万额度的弹珠卡 继续坐在剧情薄青哥前开始战斗 一条圣见开斯这次只拿出300万 不懈地过去大声嘲讽 痛斥他不自量力 开斯看都没看他 淡淡地嘟囊道 那可不一定 开斯话音刚落 围观的赌徒们就发出了诧异的叫声 一条圣之后没仔细一看 瞬间脸色别的铁青 只见一颗颗弹珠竟然从孔洞中冒了出来 原来一条圣反方向倾斜后 震完的弹珠无法顺着管道排出 都堆积起来 直到越过轮盘冒出来 所以说 现在开斯只需要不断地砸钱 最后轮盘堆满后 一定会有弹珠进洞 见到此番奇景 一条圣瞬间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想要叫停 却被红脸的赌徒们拦截下来 此刻大厅里 都是给开斯加油的声音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 想看这台吞没无数人的剧情薄青哥 被攻陷的那一刻 渐渐地 第一层圆盘已经被填满 第二层圆盘也即将沦陷 因为清血的关系 第三层圆盘用不上填满 就能掉进标红孔洞 然而突然间 机器停了下来 开斯的三百万额度已经涌光了 满头大汉的一条圣 如同重获新生一般松了一口气 几个黑衣人过来通知开斯 他在地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开斯望了一眼这台剧情薄青哥 颤抖走过去 跪在一条圣面前 痛哭求饶道 要不这样 我们算平局怎么样 我还有几万块钱 没准就能打中呢 你给我两亿四千万作为奖金 我们算扯平了 求求你了 一条圣不懈地大笑起来 一把将开斯推开 得意地说 你是个失败者 配跟我谈吗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爆喝响起 胜负还没有结束 话音刚落 天空中飘洒下一大钞票 撞入回头望去 是利根川回来了 利根川笑着望向众人说 我走到地铁口 发现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不过却有这个 说着 利根川拿出一张黑卡 正是第二集团员工的借贷卡 一千万额度 他走过去把钱给了开斯 眼神中似乎有火焰在跳动 让我们继续战斗吧开斯 战斗又重新开始 一条圣坛坐在地上 不过卑微的他 还有一首大杀戏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就算自己名誉扫地 也必须要用上了 第二层很快被填满 一颗钢珠 落到第三层圆盘上 接着因为清血的关系 直直地滚向标红孔洞 围观的赌徒们都沸腾起来 呐喊着加油 嘶嘶地盯着那面弹珠 等待着胜利的一刻 却不想 弹珠即将滚落标红洞孔的那一刹那 被一股棋风吹开 落入旁边的孔洞中 这就是一条圣最后的大杀戏棋风 这么明显的作弊 在场所有的赌徒都看出来了 纷纷唾骂一条圣无耻 不过一条圣已经不在乎了 现在这座剧情薄情歌 一旦被开斯攻险 将要付出13个亿的将近 地爱集团一定会再次 将他投入暗无天日的地下 他当初因为被好友欺骗 欠下高危债务 被抓到地下劳作 后来从地下 走到如今地爱集团 高级会长的位置上 每一步都踏在了同班的尸体上 他不想输也不能输 哪怕用上再卑鄙的手段 他也不能输 此刻开斯 利根川和笑太郎 激动地盯着一颗颗弹珠落下 现在有起风作弊 赢的方法 只能是将更大的第三层圆盘填满 但是也不能确定 1000万的额度 到底是够还是不够 技术器上的数字渐渐归零 1000万的额度已经用光 最后一颗弹珠落下 第三层还是没有填满 劫后余生的一条圣 发出兴奋的呐喊 招呼黑夜人将开斯捉拿 重新投回地下 利根川 开斯和笑太郎 待待地冷在原地 难以想起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已经没有钱了 胜利明明就在眼前唾手可得 就差那么一丝一毫 但是 但尽良觉得他们 根本无法达到 黑夜人架起开斯 要将他带回地下摇动里 这时 一个女孩站了出来 一条圣回头一看 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个女孩就是愚昧 有些慌烈的一条圣 指着开斯立声说道 这个人可是你的杀父仇人啊 你要救他 玉妹张了张嘴 眼眶红了起来 刚刚发生的所有 她都看在眼里 也让她开始动摇 父亲真的是被开斯推下去的吗 她真的是那样 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人吗 如果她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前夫后继地追随她 相信她呢 直到刚刚开斯要被抓走的那一刻 一直在纠结的玉妹 放三番人醒悟 拿出地爱集团员工的借贷卡 兑换了一千万额多弹珠 站了出来 玉妹张了张嘴 犹豫一下 没有说出心中所想 只是淡淡一笑 将弹珠卡给了开斯说 成功后 我也要分一分 开斯眼眶泛红 激动地许下承诺 一定的 然后跑回剧情搏青搁浅 战斗又重新开始了 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看着弹珠一颗又一颗倾斜而下 他们纷纷激动地呐喊着 眼看第三层圆盘已经被填满了 一条省明白 自己再无退路 她脸色猙獰地归在地上 突然间又爆合一声站起来 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型 故作镇定地对开斯说 我想了一下 我同意你合局的提议 开斯 我给你三个一 怎么样 你抛弃你的伙伴们 拿这三个一走 不用管他们 现在薄青哥的奖金累积到了13亿 除了欠款 你们这几个人分钱 你也只能分到一亿多 我现在就给你三亿 这样你还清债后 又能过上潇洒的日子 瞬间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一条省开出的条件 的确十分丰厚 然而开斯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懈地望着一条圣手 真可怜啊你 地下黑窑洞中 将希望托付给我的伙伴们 还有利根川 肖太郎大叔 玉美这些人 势必任何巨款 任何财富 都有价值的存在 正是有他们的存在 我才有力量不断突破 战胜这台吞没无数人的薄青哥 收完 开斯没再理会 又按下按钮 弹珠继续倾斜而下 由于其风的关系 第三盘弹珠 已经累积了数层之高 甚至将标红的洞孔 都已经覆盖上了 现在只靠着 其中吹出的气流 苦苦支撑着 不过 在原来不断的弹珠攻势下 最终还是沦陷了 瞬间 青丝的弹珠 入潮水一般 涌进了那个标红的洞孔中 看着薄青哥 轰隆作响 亮出了Congratulations的标志 看似一行人 激动地铁铁横流 发出震耳欲聋的兴奋呐喊 围观的赌徒们 也为之喝彩和鼓掌 而一败涂地的一条生 则被黑衣人带走 打回地下劳作 众人用盆将弹珠接出来 换成奖金一共是 13亿6429万 在扣除包括地下供用的 所有欠款后 凯斯分到了一个多亿 没有欠款的小太郎 拿到的最多 他大笑着和众人告别后 拿着旅行箱离开了 第二个离开的是玉梅 凯斯想到 曾经和一起并肩作战的 玉梅的父亲 认真的对他说 谢谢 玉梅又回头望向凯斯 欲言又止 最后淡淡地说 我帮你 只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能赢 说完 他也拉着行李箱离开了 一路走到码头 玉梅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对讲卷 这是上一部结尾 凯斯突然送给他的 玉梅看着父亲的遗物 露出一抹微笑 转头望向凯斯的方向 真诚地说道 谢谢你凯斯 那一边 收好钱的凯斯 要跟利根川告别 利根川却叫住了他 提出要来一场豪赌 一听要再赌一把 凯斯顿时热血上涌 答应了下来 车停好后 利根川拿出一套易卡 要再与凯斯对决一次 凯斯欣然答应下来 并且选择了黄地方 刚发好牌 凯斯忽然发现 后视镜里可以看到 利根川的牌 而这个老狐狸 似乎毫无察觉 他心中暗息 盘算着该如何坑他一笔 然而这时 一股浓烟突然冒了出来 利根川立即脸色一变 大叫快下车 吃过亏的凯斯哼了一声 表示自己已经学聪明了 现在下车就要输了 老子不吃这套 后备箱里一定是藏着 遥控的烟雾器 而不是着火了 见骗不过凯斯 利根川尴尬地笑了一下 拿出遥控器 按下关闭按钮 然而却没想到 按钮失灵了 利根川脸色大便 又按了几下 烟雾越来越浓 居然还有火花闪烁 他慌了手脚 雷帽拉开车门出去灭火 凯斯依然认为其中有诈 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讥讽道 笨蛋 下车就输了 我才不上当 利根川直接破口大骂 连忙跟着下去 然而两人刚刚跳出车门 就听到一声举响 车爆炸了 画面转过 仅仅当了几个小时 亿万富翁的利根川和凯斯 来到一家拉面馆吃面 凯斯抱怨道 本来还想把这些钱 给地下同伴们分了的 现在我哪还有脸啊 利根川放下筷子 从口袋里 拿出五万元给了凯斯 让他去请那些 因为凯斯帮着还清债务 而重获自由的伙伴吃点好的 这些人 已经到了被释放的时间了 凯斯心中不禁大为感动 连声道谢 拿着五万块 去找伙伴们庆祝了 凯斯和伙伴们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庆祝了整整一夜 毫不快活 黎明时分 利根川开着豪华轿车 路过一家居酒屋 看到凯斯 正在和那帮地下 黑药洞的伙伴们告别 不禁悠悠地感叹道 凯斯 真羡慕你有朋友啊 我只有钱了 说着 利根川拍了拍 副驾驶上的三亿现金 原来 他在仓库分钱的时候 就将两个人的钱都掉包了 在无手破车里被炸毁的 只是白纸而已 真是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啊 赌博默之路第二步 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位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耍嘴皮子 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来的电影 是赌徒默尸路的最后一部 终极游戏 故事发生在2020年的日本 举亲国之力举办的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日本经济以可怕的速度 失去了控制 国家债务超过1500兆日元 通货膨胀 导致物价上涨 失业率高达40% 疲惫不堪而被借卖的 日本技术 被外资一股脑的收购 如今这个国家 已经没有穷人生活的环境 只有资本家一手遮天 传奇赌徒开斯 也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 在工地里做劳工 赚取微薄工资 以供生活 这天是发新日 他赫然发现 老屋派遣公司 居然抽走了七成 开斯对此提出质疑 管理员不懈地骂道 不愿意赶可以走 反正有大把人坐 这时 一位女士蹲在墙角 猛烈地咳嗽起来 她已经患病一个多月 但是不敢请假去医院 因为她还有父母小孩要照顾 只能卖命在这里工作 开斯时代看不下去了 直接抓住管理员骂道 你们是吃人的畜生吗 就这么剥削我们普通人 这时 DI集团的高级会长 也是这家老屋派遣公司的 老板黑奇 带人走得出来 冷冷呵斥道 我给你们这些懒人赚钱的机会 你们还敢说三道四 开斯立即反驳道 没有我们 这些工作也完成不了吧 黑奇甘笑一声说 那你们走啊 走啊 不想干就走 我看看谁不想干 沸腾的人群里和没了声音 毕竟每个人 都需要这微薄的薪水 来养家糊口 不可能就此放弃工作 黑奇趾高气扬地扫了眼众人 不懈地带人大步离开了 开斯虽然愤慨 但是凭借一人之力 也无法推翻这些 高高在上的资本家 下班的他 想买一罐冰啤酒放松放松 然而却发现 啤酒已经涨价到1000日元 他虽然心中不满 但是也抵挡不住诱惑 花费了自己的一天工资 买了一罐 正当开斯蹲在墙角 享用冰凉啤酒时 昔日地下劳工队长找到了他 他大方地请开斯 吃了一顿牛肉罐头 然后神秘地告诉开斯 自己知道一个赚大钱翻身的活动 开斯眼中立刻亮起了光 让队长快详细说说 队长便拿出了一张海报 表示开斯赢了后 要分自己一部分 开斯借过海报 这是一个老富豪举办的游戏 一栋大楼上立着一根棍子 棍子上有一张人生逆转卡片 只要有人能赢得这张卡片 就能赢得亿万奖金 不过具体是那栋大楼 只有比赛开始后才会公布 开斯见游戏难度如此之高 想要拒绝 队长却表示 自己知道大楼在哪里 只需要开斯去参赛就好了 说着还带开斯去熟悉了地形 开斯仔细地观察一番后 心中有了计划 答应起来 转移到了比赛当天 参加的选手们聚集在了起点 随着裁判的一声枪响 一刀横幅落了下来 一个地面显示出来 众人飞也似的冲向目的地 人群中的开斯茫然无措 体力也渐渐不支 被人半倒在地 哀号起来 不过等所有选手都跑过去后 开斯立刻站了起来 钻进另一边的大楼里 原来开斯早就知道 单凭体力是无法赢得这些疯狂的选手 于是提前知道到了在哪里的他 勘探好地形 决定见走偏锋 开斯一路爬上天台 然后架了一条通往那栋大楼的铁板桥 缓缓走了过去 拿想走到一半的时候 一架无人机飞了过来 企图将那根棍子上的卡片夹走 下面的人大吃一惊 连忙投掷东西将无人机砸落 不过这架无人机 让众人注意到了铁板桥上的开斯 他们拼命涌过去 想阻止开斯走过来 开斯情急之下 只能向卡片除纵身一跃 然而手刚碰到卡片却没抓住 让下面的一个男人拿到了 拿到卡片的男人兴奋地大叫起来 这张卡片被举办方成为人生逆转卡片 正面可以输入想要得到的奖金数字 最高是10万亿日元 也可以选择背面 背面是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绝密信息 侥幸拿到卡片的人想都没想 立刻要在上面输入10万亿日元 却发现卡片似乎坏了 主持人冷冷告诉他 这个卡片有指纹认证功能 只有第一个接触到卡片的人才能开启 那么谁是第一个触碰到卡片的人呢 众人仔细回想了一下 立即妄想了衰晕过去的凯斯 醒来的凯斯得知自己是卡片的最终获胜者 十分开心 电视机前的队长看到这一幕也激动万分 毕竟10万亿日元 他可以分到一半 而接下来凯斯的话却让他不然大怒 因为凯斯选择的 是卡片背面的绝密信息 画面转过 凯斯用这张卡片 打开了一栋别墅的大门 一位长相甜美可爱的女孩 过来接待了他 这位女孩叫加奈子 是上一届逆转人生卡片的获得者 他问凯斯 为什么不要钱反而要来到这里 凯斯冷冷地说 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在众母睽睽之下 获得这样一笔巨款 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 所以选择绝密信息 才是最好的选择 加奈子灰心一笑 当初是凭借逆天神韵 获得卡片的他 也和凯斯想的一样 选择了背面的绝密信息 这时 活动的主办者 东湘会长 坐着轮椅出来了 原来这个老富豪 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 要选择两个足够强的人 去参加一场豪赌 如今日本政府正在密谋 封锁民众的存款 企图将国民财产和巨额国债 互相抵消 然后发行新的货币 地缘 也就是说 所有普通人的钱 都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而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们 早就得到政客的消息 纷纷将钱换成黄金跑路 现在距离这项 存款封锁法案发行 还有十天时间 早就身患绝症的东湘会长 想在弥留之际 为国民做一些好事 于是拜托凯斯和加奈子二人 去参加一场 可以赢得500亿日元的豪赌 然后 他就可以凭借这笔巨款 再加上自己的500亿资产 来贿赂一元 让他们放弃这个法案 凯斯听完后 立即拒绝起身离开 表示自己才不做这种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而东湘会长的秘书 出言叫住了他 表示这次赌博游戏的举办者 还是迪爱集团 如今迪爱集团 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行业里 即将发行的货币地缘 也是他们制作的 说着 秘书亮出了东湘会长 这次游戏中的对手照片 凯斯仔细一看 瞬间眼神中 闪出仇恨的光 因为这个人竟然是 压榨自己这些 普通人血汗的黑旗 热血上有的凯斯 当即咬牙答应了下来 这次的游戏叫做 最后的审判 人体秤 规则很简单 两位资产相近的玩家 走上天平 然后所有资产 都将换成金币 放在秤上 最后天平倾斜哪边 哪边赢 这个游戏的最大特点就是 最熟的志愿者 加入自己的阵营 最重要的还是 现场的观众会选择哪一方 现场观众下注一方阵营后 如果他们下注的阵营获胜 就会返还下注金额的两倍 凯斯听完规则 表示想要提前看一看会场 秘书却表示 最近这里还在维修 不能进去看 这时凯斯发现了另一个 同样由Di集团组织的项目 梦幻之月 这是一个逆转命运的死亡赌博 参赛者都是想自杀的人 一共十位 一起绑着绳索从高空跳下 但失调绳索中 只有一条 是寄在机器上的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也只有这个人 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凯斯正正地望着 这个项目的招牌 忽然想起了勇士之路上的同伴 这时 音乐响起 一场梦幻之月的游戏开始了 凯斯 加奈子和秘书 也走进会场 只见十位选手 战战兢兢地站在高空中 下面坐着满满的观众 观众们神色颠狂地呐喊着 高级手中买丁的选手号码 共同数着倒计时 5 4 3 2 1 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跳 无微选手脚下的铁板消失 共同哀嚎着掉了下去 只有一个人在落地的一个瞬间 被绳子拉住 其他人都化为了肉泥 关注戏上压对住的人们 纷纷站起来沸腾呐喊 还似不忍看这一惨剧 眼神中闪出淋漓的恨意 发誓要在这场对决中 将迪爱集团粉碎 另一边 一个情貌斯文的男人 正在看这场赌命游戏的路向 他是日本当红政治人物高仓 和迪爱集团 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 黑奇谄媚地过来邀功 表示这个残忍游戏的设计者是他 然后讲出东湘会章 要参加人提成的游戏 希望能得到高仓的帮助 这时 一位服务生进来告诉二人 东湘找到了一位帮手 这是数次击败迪爱集团的传奇无赖 伊藤开思 高仓让我深意地喃喃道 开思 有意思了 黑奇也仔细看了一下 忽然认得出来 这个开思更是自己管理的一个劳工 画面转过 东湘会长的别墅中 人体称这个游戏 一共有四个F环节 分别是Friend 朋友 Fixer 投资者 Family 家人 Fans 现场的粉丝 在朋友这个环节 东湘会长已经约好了很多朋友 作为支持者参加这场游戏 所以不成问题 而投资者这个环节 东湘会长也找了一类银行 银行承诺可以贷款给他十个亿 不过在家人这个环节 东湘会长只有一个弟弟 他发起早上 膝下无子 所以除了一个弟弟 没有其他人可以参加 但在会议结束后 秘书悄悄找到开思 表示东湘会长 其实有过一个情人 情人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后 被无情抛弃了 但东湘会长送给他一幅画 这幅画应该是一件无价之宝 如果开思能够找到 东湘会长当年的情人 或者那个私生子 并说服他们拿出画支持 这次人体秤的游戏 会有极大的可能性获胜 开思听了后 立即问他是否知道 这对母子的下落 秘书告诉了他一个地点 并且强调 不要让东湘会长知道这件事 因为东湘会长 一直不愿意提起 年轻时的这件丑闻 开思按照秘书的提示 来到贫民窟 找到一位曾经与东湘的 情人相识的老人 老人告诉开思 东湘就是一个 始乱终气的渣男 情人在和东湘分开后 不久就郁郁而终了 那个私生子 应该也很恨他的父亲 就在两人说话间 包仓带着警察来到这里 表示这块地 已经被政府征用了 你们这些垃圾 不工作 无法创造价值 根本不配生活 开思想要带人反抗 却被高仓手下的警察制住 高仓意味深长的悠悠说道 我知道你一腾开思 你会迎来最后的审判 晚上 开思被从警局放了出来 本来准备回家的他 却忽然被火年轻人袭击 绑到了一座无人机工厂里 这伙年轻人为首的人叫小泽 是参加人生 逆转卡牌争夺赛的选手 他本来想拿到奖金 重振家族的机器人工厂 但卡片最终的获得者是开思 最近他得到情报说 开思身上怀揣巨款 便带人将他绑架 本来心情烦门的开思 听了后不让打怒 直接破口大骂 没想到一番慷慨 激昂的嘴炮后 居然将小泽骂酷了 开思不由得心念一动 表示如果想拿钱来重振工厂 那就来加入我们吧 成功胜负了小泽为小弟后 开思又来到了工作的工厂 正巧遇到了一位 因生病被开除的女工性子 曾经是一位钟表将的性子 来求着领导给自己一份工作 领导冷冷地将他踢开 表示如果没钱的话 可以来参加一场赌命游戏 梦幻之月 性子大惊失色 但已经山穷水尽的他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正当他在犹豫的时候 开思过来发出邀请 表示自己需要他做一件事 画面转过 经过几天缜密的安排部署后 人体称决战正式打响了 这场东乡会长 对阵黑棋的战斗 可以说是千万亿的豪赌 你的无数观众争相为观 我可不是一条生和利根川那种货色 艾斯冷冷回击的 我也希望不是 参与双方友好的沟通后 主持人开始宣布规则 一、对战时间为12点整 到17点整整5个小时 二、对战时间内 下注的所有金币都是有效的 三、根据转盘决定 前三个F的顺序 四、将于14点、16点、17点 三次公开 哪边的黄金更重 五、落在地上的金条和金币 都归地爱集团所有 黑棋和东乡会长都表示 对规则没有意义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携带来的金条也推了出来 这时主持人又出来宣布 由于一些原因 比赛开始需要推迟10分钟 也就是说 整个游戏的时间为 12点10分到17点10分 从上人提衬前 黑棋和东乡会长要开始演说 来获得现场观众的支持 黑棋表示 自己是整个日本 最大派遣公司的领导者 为无数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不过自己派遣到 东乡会长公司的员工 都被找借口开除了 这些员工困益生活 有的还选择了自杀 自己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这些员工复仇的 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让在场的观众为之感动 纷纷起立鼓掌 只有开斯等知道黑棋真面目的人 咬牙骂他无耻 居然编出这样的谎话 接下来是东乡会长的演讲 他表示自己年轻时候往上爬 踩着无数人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自己也的确做过很多坏事 但现在 自己眼看日本日渐衰落 眼看黑棋等人 趁着通货膨胀的危机 毫无人性地压榨派遣员工 很多员工都被他压榨到山穷水尽 无奈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己才是为这些派遣工复仇的人 东乡会长这番话 慷慨激昂 正气凌然 刚刚支持黑棋的那些观众 纷纷又起立 为之喝彩 接下来 就是第一个F环节了 Friend 朋友 让开斯等人没想到的是 东乡会长最重磅的老友 居然因为一些把柄被抓到 倒戈向黑棋这边 另一位出厂的重磅老友 是一位收藏家 但他的藏品却被宣布无法估值 不能参与进来 开斯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黑棋暗中构结高仓座的手脚 接着是第二个F Fixer 投资人 本来约定好 提供11贷款支持的银行出厂后 突然表示 自己只能提供5000万资金支持 当然 这又是黑棋暗中耍的花招 看着东乡会长和开斯等人诧异的神色 黑棋露出得意的微笑 这次游戏 他为一局击溃这个传奇无赖 伊藤开斯 转眼到了14点10分 第一次乘量开始了 黑棋和东乡会长 做伤人提称 开斯和加奈兹大吃一惊 没想到初始资金微薄的黑棋 在这两个回合后 已经追上了东乡会长 形势十分严峻 接下来的F 是Family 家人 这是无期物子的东乡会长 最薄弱的一环 黑棋却提前三天 和一位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了 资本家的女儿 这次还带来110亿支持 观众立刻发出了差异的惊呼 不过还好 东乡会长的弟弟来了 他在港区有一大片土地 价值50亿 但开斯发现 观众们现在对于区区的几十亿 已经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说明 在最后的Fans 现场粉丝环节中 这些观众 也将大部分下注给黑棋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东乡会长的弟弟 将自己的产权证书 交上去估值后 却只换得了一根金条 黑棋凝笑着告诉开斯 对不起啊 刚刚政府宣布 要在港区建立垃圾场 现在那片地一文不值 开斯大吃一惊 没想到黑棋 居然还勾结了政府 一定是高仓在背后支持了他 忽然间他意识到 一定是自己这边有内鬼出现 所以黑棋才会对 东乡会长的资金部署 了如指掌 那么那个内鬼是谁呢 这时 东乡会长的秘书 抱着一幅画走上台 他直接挑明 内鬼就是他 他是东乡会长的私生子 他痛苦东乡会长抛弃母亲 让母亲喻语而终 所以一直潜伏在 东乡会长的身边 处心积虑 要找机会复仇 今天就是他的复仇之日 秘书将东乡会长 给母亲的那幅名画 投给了黑棋 黑棋大笑着拍了拍秘书 望着失落的东乡会长 得意地讥讽说 可悲啊可悲啊 居然被自己的儿子出卖了 杀人诛心 真是自作自受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幅画价值多少钱吧 这究竟是达芬奇的 还是反高的呢 这时 鉴定专家出来宣布 这幅画一文不值 黑棋大吉识色 质疑专家鉴定失误 开思出来解释道 这幅画当然一文不值 因为这是东乡会长自己画的 昨天晚上 老爷子就告诉了我画的事情 落梦的东乡会长接过话来 通心疾首地看着秘书 缓缓说道 那是你妈妈还你的时候 我亲手画下送给她的 我一直深爱着她 并且决心和妻子分开 和你妈妈在一起 但你妈妈却选择离开 后来听说 在生你的时候她去世了 从那以后 我一直都在寻找你 方才得知当年 事情真相的秘书 瞬间崩溃落泪 原来自己一直憎恨的父亲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寻找自己和母亲 原来当年是母亲主动离开的 并不是这个男人 事段中期 话虽然一文不值 但话框却还算是值一些钱 被换出了半枚金币 黑漆瞬间变脸 通知秘书无用 开斯走上前去说 虽然只有半枚金币 但你也要选择 偷给哪一方 你跟着东乡会长三年 有无数机会能够复仇 但一直没有行动 其实你早就从 日常的相处中 感觉出来了吧 东乡会长当年 不是抛弃了你们母子吧 所以 这半枚金币 要偷给谁呢 拿起金币的秘书 望着东乡会长 三百枚金币 偷向了东乡会长那边 然而却没砸中 落在一旁巨型石中的指针上 转眼到了6点10分 第二次乘凉开始了 开斯案子估算一下 黑漆大概比东乡会长 多出100亿资产 不过他也预料到 现场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早有准备 偷偷把东乡会长的钱 留下了十亿 如果东乡会长 这边出现败时 他就和加奈子 用这十亿现金 来去赌博赢钱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F 范子时间 现场观众用手中的金币 下注那边能赢 赌队后可以获得两倍奖金 加奈子看着现场观众 如潮水一般又像黑棋 焦急地想让开斯想想办法 来说服观众 把金币给东乡会长 然而开斯却冷冷表示 没用的 这些人不会管什么对错与正义 他们认为谁会赢 就投给谁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去筹钱 说着他推着十亿现金 带着加奈子去了隔壁赌场 然而让开斯没想到的是 黑棋早料到他会这样 所以今天将迪爱集团所有赌场都提前关闭了 这时 一个老熟人出现 是灵子 灵子一边优雅地喝着酒 一边抱怨赌场关门太早 表示只有梦幻之月这一项目还在开设 开斯眼神瞬间亮起了光 灵子连忙又说 你可别想去 如果不能提前知道正确的绳子号码 那就是死路一条 开斯立即领悟出了灵子话中的意思 灵子也得意地讲出了毕生之法 这时 犯人悔悟的秘书跟了过来 开斯向他和加奈子简单吩咐了几句 立即奔向梦幻之月 而得到指示的秘书 转身就去了控制室 要去垃圾场的加奈子 却被灵子突然叫住了 到了梦幻之月的开斯 见到了早就在此等候的黑衣人 这是黑棋给他下的死局 如果想要快速筹钱 就必须参加唯一开设的项目 梦幻之月 而梦幻之月这个游戏 九死一生 他还安排了黑衣人做了手脚 可以随时用机器 暗中操控那条绳子能够活命 所以开斯必定将死在那里 黑衣人宁笑着将开斯请上游戏 表示这场游戏 只有开斯一个人参与 所以倍率是十倍 只要开斯选对能够活命的绳子号码 就能赢得一百亿 开斯望向绳子上的号码牌 心中焦急地等待着加奈子的消息 这时 控制室里的黑衣人突然发现 机器被断电了 这就是秘书做的 只要机器被断电 就无法再操纵绳子 所以正确的绳子号码 必定和上一场的一样 而押住中楼的观众 一定会将中奖奖券交上去对讲 所以在垃圾场中 一定会有正确号码的奖券 加奈子此时正在那里翻找 终于 加奈子找到了正确的号码是九号 然而他在秘书的掩护下 冲进梦幻之约的现场后 却被拦在了下面 开斯听不到他喊的数字是什么 看嘴先无法分辨究竟是九还是十 他仔细地回想几遍 觉得应该就是十号 便将十号绳子 系在了自己身上 黑衣人大喜过望 联盟通知黑棋要工 得知这个消息的黑棋兴奋无比 浑身斥责下注着说 你们都别下注了 没用的废物们 我现在已经赢了 你们的下注 只会分走我的财富 妈的快滚开 快滚开 场地中央剧情始终 慢慢走到17点时分 游戏已经结束 开斯还未出现 现在尘埃落定 黑棋大笑着表示自己赢了 东乡会长激活攻心 猛地摔倒了下去 一心压住黑棋的观众们 兴奋地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 开斯带着100亿现金赶到了 原来他在梦幻之月 即将跳下的一瞬间 想起加奈子的手势 是射击的动作 而射击的声音就是 啾啾啾 所以改选了9号绳子 最终成功活命 赢得100亿 黑棋虽然吃惊开斯还活着 不过得意地表示 已经到时间了 胜负已定 开斯冷冷地指出 这个剧情始终走得快 不幸各位可以看自己的表 现在是不是17点05分 我还有5分钟的时间 黑棋大吃一惊 看了一眼自己的表 居然真的是17点05分 原来开斯找来 曾经做过钟表将的性子 让他潜入第二集团的赌场中 做免费劳工 偷偷在时钟的分针上 装来遥控装置 这个装置 可以缩短中板支点 到重心的距离 来改变时钟的快慢 在开斯拿11现金 去其他赌场筹钱的时候 性子偷偷调快的时钟 留出5分钟时间差 这也是开斯设计好的 因为只有5分钟这么短的时间 黑棋是没有能力准备翻盘的 黑棋横得咬牙切齿 表示人体称的底盘 已经升了上去 无法云金条上去了 开斯也早有准备 招了招手 小则等人带着改装过的 无人机站了起来 遥控将金条 搬上了人体称 黑棋开始慌了 招呼观众们 将金币块投给自己 然而大家还记得 刚刚他丑恶的嘴脸 没有一人上前 这时 人群中一人振臂高呼 带头将金币 投给了开斯 这个人正是第二步中 和开斯携手并肩作战的 小太郎 观众们立刻潮水般 涌向开斯这边 转眼 即将到分胜负的一刻了 这次开斯来代替他 和黑棋一起走上人体称 天平几度摇摆 最终稳了下来 黑棋还是比开斯重一点 巨星石中的纷针突然滑落 几枚金币掉了下来 落在开斯的底座上 人体称又摇摆起来 不过最终 黑棋还是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了 劫后余生的黑棋 长出一口气 得意地笑了起来 然而这时 又一枚金币 从巨星石中的纷针上掉了下来 落在开斯的底座上 人体称又开始摇摆 最后天平 竟然神奇地 温定在开斯这边 开斯愣了几秒 才反应过来自己赢了 他激动地捡起 最后决定胜负的那枚金币 发现这枚金币只有一半 正是秘书带来那幅画所换的 秘书望着开斯高举的半枚金币 瞬间热泪盈眶 在场所有观众也为之感动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开斯来不及庆祝 他还要完成东乡会长做的事情 将金条换成钱去贿赂议员 阻止存款封锁计划的实施 然而高仓却在门口叫住开斯 表示存款封锁计划 已经通过内阁表决 他们就算现在去贿赂 也无力回天 开斯等人正在原地 秘书无比自责 东乡会长反对存款封锁计划 也是他透露给高仓的 所以这些政客才会提前决议 这时又一个噩耗传来 东乡会长在医院去世了 中人彻底梦了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不过这时 东乡会长的电话响起 开斯接了过来 脸上瞬间露出兴奋的神色 开斯带着加奈子和秘书 抓到高仓 得意地表示 其实东乡会长的真实计划 并非贿赂议员 而是贿赂印钞厂 阻止即将发行的新笔 落入资本家和政治家手中 另一边来到印钞厂仓库 准备拎取新笔的议员们 发现密码居然被人改了 连忙打电话问高仓是什么情况 接到电话的高仓望向开斯 明白密码 现在在开斯手中 开斯拿出三个信封 表示这三个信封 分别转用箱子 货柜 出入口的新密码 就以这个为赌注 要和高仓来一场等待猜拳游戏 如果高仓赢一把 就告诉他一个密码 如果高仓输了 就取消存款封锁计划 高仓脸上划过得意的神色 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心中暗骂道 果然是个无用的废物赌徒 等待猜拳游戏 是高仓的看门绝技 要有一个回合 握着一块黄金石头出拳 也就是要有一个回合出石头 如果这个回合赢了的话 就可以拿走这块黄金石头 不过在游戏开始前 开斯提出三个回合 高仓赢一个回合 就要告诉他一个密码 这样对自己有些不公平 所以自己只要有一个回合赢了 就算自己胜利 高仓要取消存款封锁计划 高仓想了想表示可以 但提出要改一下规则 如果两个人出一样的 也算自己赢 开斯也一口答应下来 游戏正式开始 开斯游戏由于要出什么 另一边观战的秘书 小声对加奈子说 因为必须要一局 握着黄金石头出拳 也就是石头 所以一般来讲 第一把出了石头后 后面两把就可以随心所意的出拳 没有任何顾虑了 但高仓也应该是这么想的 加奈子恍然大悟 那高仓会出布 秘书却反驳道 不 他会出石头 因为就算两个人出拳一样 也是高仓赢 这样高仓既赢了一回合 也将石头用掉了 所以开斯应该在第一回合出布 正在两人低声商量的时候 开斯和高仓第一回合结束了 开斯出了布 高仓却出了剪字 秘书大吃一惊 为什么高仓能如此笃定 开斯不出石头呢 高仓得意地望着开斯炫耀道 我可是能看穿你内心的想法呀 给我货归密码吧 落败的开斯 无奈写下了货归密码 然后又回到场地 开始第二回合 这回合 两人共同出了石头 开斯又落败了 写下了出入口的密码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 开斯面色凝重 深深地看了一眼高仓 然后把手伸进黑色袋子中 又拿了出来 高仓眼神中露出兴奋的光 心中窃喜 呵呵 一腾开斯也不过如此 我看到了 你没有拿黄金石头 也就是说 你这把出的不是剪刀就是布 然而平局也算我赢 所以我只需要出剪刀就赢了 想到这里 高仓更加得意 出了剪刀 却发现开斯出的竟然是石头 开斯看着差异的高仓冷冷说道 石头是纯金打造 比日常卧铁重很多 所以对手是否出石头 会体现在肩膀倾斜程度 和挥动手臂的动作上 你就是从这一点看出 对手是不是出石头 你是这个游戏的长盛将军 应该也从来都没有见过 正常人出石头 不握黄金石头吧 说着开斯笑了起来 打开手掌 手中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这次高仓输了 高仓缓然大悟 但随即也笑了起来 他得意地对开斯说 总体来看你还是输了 箱子的密码 明天中午12点就会重置 所以我得到货柜密码 和出入口密码就可以了 至于取消封锁存款计划 想都别想 没想到高仓居然会抵赖 开斯抱起来打他 却被保安拉开 高仓不屑地骂道 最讨厌这种 无能狂怒使用暴力的人 然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 新闻播出存款封锁的计划 民众大惊失色 不相信自己的钱 居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而高高在上的议员们 却美滋滋地 在会议室中等待着 12点一道密码重置 就从箱子中 拿出新发行的地缘 转眼到了中午12点 密码重置 议员们打开箱子 却发现里面都是旧逼日元 原来这是开斯的安排 他早就知道 箱子的密码 会在第二天12点的时候重置 所以在得知东乡会长离世后 就安排印钞厂的人 将旧逼日元 和新逼地缘的箱子调包 同时更换了货归密码 和出入口密码 跟高仓猜拳赌约 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同样知道 箱子第二天会重置密码的高仓 如果在猜拳中 只赢两个回合 一定会放弃 要箱子的密码 这样箱子 几乎被议员们带回去了 早就料到高仓 会耍无赖回约的开斯 根本就没有寄希望在高仓身上 他要做的事 让议员们发现自己被耍了 主动撤销存款封锁计划 果然中午刚过 电视台紧急插播出一条新闻 存款封锁计划只是谣言 相关造谣传谣者已被抓捕 不过开斯的计划还不止于此 他还将这群议员 排队去拿新币地缘的监控画面 传到了网络上 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群政客资本家的丑额嘴脸 高仓听完开斯的话 怒从心起 势则开斯毁了日本 你们这些底层人 就是日本这个帝国的寄生虫 你们的养老费 医疗费 以及生活保障 已经快将这个国家击溃了 你们一群没用的废人 开斯不让大怒反驳道 你救的不是日本 是那群丑陋的政客和资本家 你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压榨那些困苦的人 现在 我们这些底层的人 我们这些蝼蚁 击败了你 说完 开斯潇洒转身离去 一切结束了 开斯赢得了人体称游戏 又成功阻止了存款封锁计划 大家分好钱后也离开了 最后离开的是加奈兹 他指着两个箱子问开斯 要选哪一个 开斯大笑着表示 自己当然选最大的 加奈兹打趣道 看来开斯还是更喜欢钱呀 接着 他拿起另一个行李箱 向秘书和开斯 挥手告别离开了 众人分开后 开斯拿着自己的一箱钱 来到一家料理店 他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准备好好犒劳自己一番 几杯冰凉啤酒下毒 开斯叫老板 再给自己续上一杯 这家店的老板 是一个肌肉大汉 他见开斯的雄酸模样 有些怀疑他没钱结账 开斯得意地拍了拍箱子 表示自己现在超级有钱 一定不会赖账的 老板便将信将疑地 去倒酒了 然而开斯打开箱子后 却赫然发现 里面居然只是 装了水的矿泉水瓶 开斯瞬间反应过来 被加奈子算计了 这时 凶巴巴的老板 将冰凉的啤酒拿了过来 开斯有些心虚地看一眼 随即心一横 开怀畅饮起来 另一边 加奈子拿着钱找到林子 原来在赌场时 林子叫住加奈子 表示自己提供了必胜之法 也要分一杯羹 加奈子为难地说 已经都按人偷分配好了 林子笑了起来说 那又如何 我就要开斯那份 接着 他叫了加奈子如何套路开斯 果然不出他所料 贪婪的开斯选择了大的箱子 也没怀疑加奈子会套路自己 林子打开箱子 我们就不要担心了 没有谁比他 更适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影片最后 经历千万亿赌局后 依然一贫如洗的开斯 倡议着冰凉的啤酒感叹道 哇 冰冰凉凉的啤酒 真是如同恶魔一般好喝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腾开斯这位无赖的豪赌传奇 也即将告一段落 接下来惊悚哥 还会为大家继续带来几部 更加烧脑之斗影片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